高雄台塑人物厂门口的水管路 昨天早上,突然从路面裂缝飘出了刺鼻的气体 消防和环保人员到现场检测出是可燃气体、甲碗 而且浓度很高,超过了爆炸下陷 于是赶紧洒水封路 而由于地底下的管线众多 初步判定,可能是中油送给台塑的天然气管线破裂所导致的 消防队拉起水线不断往空中洒水 台塑人物厂门口飘出刺鼻气体 高雄市政府检测发现是可燃的甲碗 味道就来自路面的这道裂缝 脚碗浓度一度超过爆炸下陷 警方赶紧在附近路口拉起封锁线 通知民众别靠近 相关管线单位也赶到现场帮忙厘清 地底下十多条管线 只有两条是天然气 唯一有运作的是中油送往台塑人物厂的管线 中油关闭管线以后 甲碗浓度已经跟着下降 气体排空以后也开始开挖 要确认管线破裂的原因 中油表示这两天气温变化 应该不至于造成钢管破裂 但市府表示如果不是气温造成 总有可能因此被易工厂管理法 或劳安规定开罚 记者王杰村陈显坤高雄报道 介绍了达不 rece了 武松 dir